無蠍蝦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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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這個是那個 我會貼那個大魚的照片 這是他生的小魚 啊這個底刀根嗎? 底刀喔? 這樣打得很多 這是第一次挑選 我們等一下用玻璃缸挑選 阿哥就是,這裡有釣一隻鳥,讓牠在這裡吃 阿哥來,兩隻蟲子來吃,牠都會釣在這裡吃,我在這裡 喔,這裡...這裡有...應該三四百隻有喔 我們等一下再下鋼挑選 我們就要挑小魚,這一盆搞不好有七八百隻 這很多啦 然後我們挑選完以後,這是淘汰的,這裡是要的 阿這個是小魚的第一選 我們來看一下,譬如說,想要切一下嘛 天啊 這裡好像...沒有一隻能用的,來,我跟你們講一下 像這一隻 其實尾巴太開了 這個我們也不要了,長大以後牠就會摘了啦 就是會摘頭 這個不要了,然後這一...這一褲子齁 這...這個都是一...一扒巴的耶,單扇尾 單扇尾我們也不留 所以這邊,全部都沒用耶 好,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這隻可以,這個身型比較短 那有時候泰國魚三尾的我們會留啦 就是... 兩隻 三隻 然後還有一個 長得很慢的,就算小小隻的 我們也不要了,因為牠成長會比較慢 我這樣子留以後,你們買到的魚會比較好養 所以你看這一口 只拿兩隻也沒用了 然後這裡 其實這個就已經有點閒長了啦 但是反正現在第一... 第一選先留 這個可能... 有時候尾巴歪歪的看得出來耶 這隻尾巴好像是歪的 有那些,所以這裡也沒用了 靠 這樣,真的抓不到多少 這個是OK的 啊,單扇尾的除非體型很圓 我可能會留幾隻 不然也不留 不然單扇尾,那你看喔 為什麼單扇尾的 一巴巴會比較快 因為牠比較野 牠比較野的基因 其實像這個養起來也不行 這個也都太長了 就算單扇尾也太長了 所以這個也不行 哇,這樣子留 很可怕 你可能 一千隻挑選完 可能只剩 幹的,不知道有沒有一百隻耶 可能沒有 也挑不到 你看我們剛剛 已經淘汰多少了 然後才選不到十隻魚 這個 再小就不要 好像這裡又不要了 你看這一隻 這隻大的,尾巴已經歪掉了 你們看得出來嗎 牠尾巴已經歪,有一邊歪掉了 沒用了 這隻 這一條 可能就是留 這一隻 我們這種留法 就蠻精英的啦 就是 要體型漂亮的 然後又成長快速的 我才留 其實我們這樣看 這隻也有點歪半邊了 這也不好 幹 這樣老 真的是 老沒多多 這一隻還可以 然後 像這個就是尾巴太開了 就不要留了 但是一般人 可能不會動 你看 你看 所以 你們要 難得一隻大隻又可以了 幹 這一隻就難得了 你看 優秀 漂亮又大個兒 這長大可能是model 名模的喔 可以進凱臥的 可以進凱臥名模特訓班 你看 這個勉強留一下 喔 可是他歪半邊了 我看到了 所以這隻 我又不好 你娘咧 這樣 一千月 我看 老頭五十隻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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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頭子競會比較不甘 競得買來 越競越散 這隻歪掉了 幹 不好意思 我都罵髒話 又不知不覺 所以有時候一水競下去 要知道滿意的有多少 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還沒挑完齁 這邊是淘汰的 這邊是藥的 可能 只有幾十隻而已 而且剛開始 剛開始 我剛開始挑 剛開始我還是比較捨不得 現在我就越競越爽了 對啊 所以挑魚 也是很耗時間的 喔這條不錯 又大又好的 其實有時候就像這樣啦 就是留這種又大又好的 那 其他就不行了 現在也沒有 像這都太長的 對啊 反而是留這一隻 短一點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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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形也不錯 其實這隻尾形不錯呢 帶得出來齁 好 我剛來的路上在想說 再過幾年我是不是來 退休來這裡養魚就好 就養魚就好了 養鯨魚啦 但是那個要沒有經濟需求 不然你看 像你現在在挑魚 你有經濟需求 那些垃圾 不夠漂亮 你就會想要留 啊如果你沒有經濟需求 你就會留近一點 所以我還是 再努力做幾年吧 啊到時候 對人 選比較漂亮的魚 就來吃了 首先 有什麼太長了 應該不好 沒有菜 看起來不錯 不過太長了 你現在看 不好啦 太長了 太長了 對啊 這樣減不到多少 好拍到這裡 我們慢慢的挑吧 好 拜拜 這個就是挑魚 這是第一選 而且它是進口泰斯 它是高級魚生的 如果是垃圾的話 如果是便宜的魚 還是台灣的皮球師 還是那些賣的 你生整水 你也挑不到一隻寬尾的 這個已經是寬尾的 挑完我們現在又要挑 身形 尾形 異形 畸形 甚至我連最後 它成長得比較慢的 小魚我也不要 其實我可以說這麼多 我們叫做一隻魚頭而已 一隻魚頭 如果生幾隻魚頭 竟然可能百五尾 你來 放老一百五尾可以吃而已 就是這個重點 用台語說的很簡單 你們聽到自己去吸收 我就認同 我覺得 我是不用用公義 老舍在這裡說 我是用台語 我說內行的 你們就 稍微讓自己變內行的 聽 OK 拜拜 我這趟經過了 喔 老公就要回去 那個 這裡 我剛剛挑完了 在這邊 這邊 我告訴你 這裡差不多五十歲而已 應該有五六十歲有 然後這邊是淘汰的 看 這個 應該有一千歲 應該有啦 一千歲 五十歲而已 然後 其實我還有在選第二次 像現在這樣 像現在還要 已經選了一次 我們直接就 在第二挑了 像這一隻 這隻 你們看 這隻 沒那麼歪去 歪這邊 他們兩邊沒有平均 這邊沒有開 所以這隻就怕掉啊 所以直接在二挑啊 所以直接在二挑啊 然後 這一隻齁 這一隻小的 啊 這邊這邊 這邊有歪 有有有 有一點點 有啦 你看他在想的時候 在水裡面 他在旁邊 他那邊 他就會更煉 我是用台語說 沒關係啦 他就會更煉 那就沒效了 所以就直接在 看 直接再選一次 這兩隻就OK 然後這裡 而且這個 二挑的話 就不要多了 這一隻也報廢了 這一隻尾巴 啊 也不是要開喔 他尾巴那邊 凹進去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一邊這一邊 這一邊 這一邊是歪的 所以我們大概一千留八十 然後八十裡面 再挑挑三十 啊 那這一隻你看 這一隻也是歪的 這隻就很明顯了 幹 我是切莓嗎 今天 這隻我有在撈 又淘汰 二挑 又剩下兩隻 這裡 剛剛就 可能差不多的留啊 現在這個 就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靜靜的看他幾秒鐘 看哪邊有問題 這個還OK啦 用手好了 他快要比湯匙大 然後 這個太長生了 這我帶回去給你們 這一隻 就還可以 可是 算了太小了啦 這個成長太慢 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就叫魚頭 這種魚我帶回去給你們 然後我這邊有留這個 好玩的 其實我跟你講 在日本齁 有一種流金 它是長尾巴的 就是單扇尾的 然後我這邊留了很多這種 單扇尾的 你看 單扇尾泰斯 我魚場的朋友是說不要留啦 但是 沒關係我帶回去 你看 而且我有挑喔 這個都是圓的喔 而且你看 這隻就不錯 你看這個泰斯的尾巴就是不一樣 這隻還好 我記得有一隻單扇尾裡面的精品 反正尾巴蠻開的 不知道在哪裡 我有挑這個 這隻應該還 這隻就是剛剛那隻 你看 我也挑原生型的給你們 其實那個長的不能留 長的是反組的 那你看這泰斯 你把它看那個尾巴下擺 泰斯就是泰斯尾巴是寬的有沒有 它那個邊是寬的 所以我有帶這個 單扇的回去 還有 我們有時候會淘汰那個 像這個啦 它 它 它是OK的 但是它就是成長太慢 就不留了 這個我帶回去給你們 而且是我選過的 像這樣 有沒有 其實那些魚 魚 那些魚 那些魚 如果另外隔開尾 吃得好應該會大 其實這一隻 這隻齁 一直有一直有 這隻有一個毛病 這隻底下的豚臍翻出來外面 這樣子你也看得出來 然後 這個是單扇尾的 就留圓的 可是太小隻的 也不要了 這隻不夠圓 就是比較長生 你看 像這個單扇尾的就不好 這老起來像雞辣的 對啊 那這個單扇的就 這一隻 這太小了 不要了 你看就算單扇 我留這個給你們 搞不好這個回去 我會自己養一陣子 覺得好玩 而且這個好養 單扇就沒有什麼摘 比較沒有什麼摘不摘頭 哩哩哩的問題 可愛哩 我留單扇的 還有漂亮 但是成長太慢的 其實像這一隻 你看 啊有啦 屯齊外翻 屯齊雙翻 翻兩邊 然後尾巴太開 所以帶一些這個 可以你們當練手 但是是成長比較慢 有機會 裡面還是抓得到 最起碼是我 我撐起來了 你看這個都打掉了 這裡就都 就都賣一隻了 齁 一千隻飄完 到這裡 菁英部隊五六十隻 這隻水 用一個大池下去養 養出來一兩 可能一兩 應該有一千多隻以上 然後最後 這邊五六十隻下去水池 再養第二次 所以我常常跟你們講 漂亮的小魚不好找 好 好 這一段我們先錄到這裡 漂亮的小魚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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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努力 我們今天整理這棵 這棵 這棵的魚仔仔 齁 你看 我跟你們說 這棵魚仔很大 我房間 我房間 房間很大 你自己的房間就好 好 好 這裡面有很多小家 現在金魚仔抓了 我們有混養一些蝦子 待會 我們再整理這 所以這一顆 一隻就是一隻蝦 啊 你看 啊 我這隻超級母蝦造型 這裡這裡這裡 紅色的齁 紅色的是 就是 火焰蝦啦 啊 比較紅的就是集火蝦 啊 這隻蝦毛 這隻超棒的 你看 這隻香吉士 這隻已經爆軟了 小大隻 啊 平常現在出火的時候 會分大小 啊這就是 人家說黑金光 啊 這隻 這隻很特別 它是琉璃 但又不是琉璃 它是橘色跟白色的 這個如果吸起來做 尤其是一個新的品種 那個琉璃是 透明的 比較紅的嘛 啊這 你如果是來吸香吉士 出琉璃 這樣也很特別 啊 等一下再整理這隻 要 要 要洗蝦 啊 齁 這個就是養魚人生 一個下午 可能就是 一隻而已 哈囉我們只有挑這裡而已啊 應該有兩千隻吧 然後這裡應該有個 應該有個一百多 好 下去了 挑選過的小魚 在這個很大的 石子裡 這後一輪就刺到這麼大尾 刺到差不多 七百公分 啊 有的時候 我就會撿我 咬魚的東西給你了 啊 所以我說漂亮的魚很少就這樣 啊這又是魚 這又 自己撿的比較有 那不 你要買魚 小孩 人不要賣 人要養大尾還要賣 因為 我這麼多 比較純粹而已 好 拜拜 今天的戰利品 那個 最漂亮的 我放得有魚 魚到下一輪 有顏色了更漂亮 有頭型出來我們再賣 啊這個是 在淘汰裡面 我覺得有一些還不錯 只是它長得比較慢 你知道 啊我們 基本上我們老魚頭 啊就這長得比較慢 你為什麼打得比較冷的 讓牠吃得好的 讓牠吃鬆板刺蟲 吃我們 鹹蟹的那個 爆頭飼料 什麼飼料 就可以了 因為我密度太高 啊這是 這裡 這裡 這是有那個 喔這是四扒木的啦 就是尾巴有 就是 有開的 只是比較小 那這裡這裡 這裡很可愛的 這個就是 來 單扇尾的太絲 媽的現在眉頭看起來 蠻像流金的 幹 就是那個頭還沒有長的 齁 而且有一些單扇尾不會有頭 因為 單扇尾就是比較野 啊 我已經比較挑 挑元寶型的了 齁 這個其實如果 刻意來做 它也是一個品種啦 讓 做個三年 做個五年 做個五代 就可以成為一個 單扇尾的太絲齁 但是 算了還是不要這樣搞 小眾市場 這個我也帶回去 啊我再看要 賣多少錢 十字一組 還是二十字一組 齁 好 這個是今天的戰利品 你看 快要那個了 快要黃昏了 齁 掰掰 321嗎 欸等一下 我 321喔 欸等一下 我都不會 我不會說 321 等一下喔 121 121